聽說你的屋子那麼小 對… 我們看看有多小 很冷泉 還好,夠了 如果剛才的屋子就算了 對,那時候就算了 會被人打 當然不會,我在這裡 哪有膽子打 這個就是吃飯廳 如果剛才的屋子是廳 那這是甚麼 這個是沉廳 沉廳?即是沉下去嗎 對,沉不下去 又有電視? 對,這就是在家裡唱卡拉OK 唱卡拉OK 這是廚房? 乾脆房 甚麼是乾脆房 乾脆房就是老婆想做麵包、蛋糕 就在這裡做 即是凍食物? 凍食物,對… 怪不得你有我的天敵電磁爐 電磁爐是這個世界上最傻的東西 又是這個爐 傻傻才會懂 因為你想想,你去讀書就新鮮 不用上學,自己會懂 你看到這些電磁爐 剛才明明很好的,夠熱 煮一下就不夠熱 不知道他甚麼東西居心 我放棄,這爐爐是甚麼 有電磁爐在這裡 就包不熱,是嗎 即是煮一下公仔麵 少許煮粉製 然後這個就是沉廚 對,有油煙 地上會比較油 太油煙了,不可以太油煙了 對,這樣有點露天、通風 對 這個廚房真是… 這個廚房真是… 我大半世時間奮鬥,為了廚房 這個就是上樓上 上樓下… 先看多少層,說清楚 兩層而已… 只有我 你有試過留下東西,免得上來拿嗎 有試過,還是有拿去拿的 這樣走法也很糟糕 樓下有兩個廳,樓上有兩個廳 對,左邊是客房 客房 對 如果你招呼我來住,我就住在這裡 也可以,你不介意的話 我不介意甚麼?我介意甚麼 我介意你這間客房是甚麼 我這間客房也挺嚇人 然後我住在這裡,這就是廁所 你有平時去旅行的習慣嗎 有 你住在酒店不就覺得很淒涼嗎 酒店的廁所這麼小 好,這樣不用走那麼遠 你真厲害,小心點 怎麼了?為甚麼有兩個廁所 一樓一樓 即是… 你在坐的是我老婆的 對,對不起 這是我的 這是你的,專用廁所 是 有甚麼好處 兩個坐著牽著手,這樣拖屎,是嗎 可以試試… 現在究竟有甚麼事 甚麼意思 即是兩個屎坑算是怎樣的 一雙一對 對,很浪漫 對 嫁給你,真是… 那一堆屎坑也很開心 這間店好像葡萄一樣 即是你老婆是擺衣服的 對,一邊老婆,一邊我… 挺誇張的 很過分 你要忍住 對,別打,陳先生 很大打擊 很大打擊 這裡終於到你的房間了 是 請坐吧,陳先生 請坐吧,道先生 請坐吧 先生,請坐,陳先生 是 我想問問你 你當時買多少錢 四年前是3.2公斤 即是3… 320萬的Ringgit 即是現在的640萬港幣 是 這裡多大 地7千一方呎 那間屋吧 五千,五千多 差不多六千 即是六百萬買一間6千呎屋 我助手Mabel 有一間屋在天后 一千四公斤 是四百五十呎 一千四百萬 四百五十呎… 差不多,陳先生 四百… 沒有賣櫃給你的 四百五十呎而已 四百五十呎而已 這裡吧 對 我們香港人 都搬去怡保住,去治三世 你要前三世做了很多壞事 你今世才做了香港人 你今世才會在香港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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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多萬六千,即是六千呎屋 我告訴你,我真的很大打擊 我真的很恐怖 你真是哭 哭得到?為何哭不得 我是為所有香港人而哭 為何哭不得 你知道嗎?陳先生 你六百多萬在香港 你要住六百呎 你要搬得很遠,你知道嗎 六百萬買到六百呎,可以嗎 現在還未必可以 可能要八塊 一萬一呎也很難問 因為我很少看樓價 幾年前買了樓價後,我都沒有看 升平碟也與我無關 我人生的責任 歷史責任已經完成了 是的 因為香港人一輩子都是奴隸 租就是幫人打工 買了就是幫樓打工 沒有為自己打工 你一旦有錢就買這些樓價 對,我是小時候買的 當時買第一層樓,記不記得多少錢 一百二十千萬元 十二萬馬子,就是二十四萬港幣 十二萬馬子就一千四呎 你笑甚麼?你已經哭了 你笑… 二十年前… 或是你笑甚麼 明明是好笑,你真是好笑 你真是… 二十年前,二十年前 多少年前都買不到香港 不是買到 美虎新村剛推出第一次新單位的時候 是不說六萬元可以買到一個 五百多呎的單位 那時候好像是一九六多年 宜寶真是… 宜寶最小的樓價多小? 你覺得一般人打工那些嗎? 最少也一千四呎 就是二十加七十的牌屋 牌屋前面還有兩個車位 最基本的了 最基本的了 要供六百多元、七百元一個月 供二十年 供多少年也好 六百多、七百元 你以為你安裝過NOW 安裝過Netflix 我以為你安裝過NOW 你也好看見 你也好看煞臉 你以為只是寶寶 來個嘗嘗 那個人不太多 我真的想想看 然後還看電視相機 蘇基本 我以為你不可以 這價錢 他真的想說 我這個人不太欣賞 就當皇帝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現在的生活 而且它便宜得有品質 會很大,對嗎 非洲也很大 撒蝦、沙漠也很大 你也要有這種品質 它吃得也好,環境也好 好,我們去自殺 差點哭不出來